警方用强力水柱驅散抗议民众 民众为了躲避水柱四处奔逃 一整排警察拿着盾牌向抗议者前进 双方爆发冲突 路上的垃圾桶也被重火燃烧 教训抗议人士高举写着 饥饿就是暴力的标语 走上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丽丝的街头 他们聚集在政府大楼前 为的是反抗阿根廷总统米雷伊的财政紧缩政策 发明抗议者被指控破坏公务遭逮捕 阿根廷的年通货膨胀率超过275% 而且米雷伊上台后连续四个月 通膨率还是达到两位数 加上他推动缩减国家支出和相关补贴 阿根廷贫困率大涨 不止各行业工会酝酿把工 类似的抗议场面也提前上演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